张昭和陆迅是孙权的两位重臣 张昭以脱骨之重辅索孙权 帮助孙权坐稳江山 陆迅是江东上游统帅的后起之休 为孙权立下了盖世之功 然而这两个人的玩景却十分凄凉 张昭被冷落 陆迅被逼死 那么张昭为什么被冷落 又是谁逼死了陆迅呢 敬请关注一中天品三国之冷暖人生 公元二百年 孙策猝死 十八岁的孙权接管了父兄的基业 但此时 孙权面临的情况是 外有强敌曹操的威胁 内有江东士族不肯臣服的游缓 孙权接手的政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前景并不乐观 然而 就在孙权惊魂未定一筹莫展之时 孙策的旧臣张昭犹如晴天巨竹 为他撑起即将塌陷的天空 张昭鼎力支持孙权 心甘情愿地拥戴和护走孙权 帮助他建立威望 稳定民心士气 往狂澜与祭道 辅大上之将心 可此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 在孙权称王之后 却备受孙权的冷冻 这是为什么呢 孙权与张昭有什么矛盾呢 厦门大学易中先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冷暖人生 我们上一集讲了 孙权是很会用人的 由于孙权会用人的 所以孙权的阵营呢 可谓是人才济济 可惜的是 他们命运不佳 怎么不佳呢 有些人 寿命不长 周瑜 三十六岁 鲁树 四十六岁 吕蒙 四十二岁 活得长的是张昭 八十一岁 还有陆迅 六十一岁 但是张昭和陆迅的命运呢 也不怎么好 张昭受到冷落 陆迅被逼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说张昭 张昭是什么人 我也不用多说了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他是孙权的大工程 孙权接班的时候 如果不是张昭帅群僚 利而辅之 孙权的位置就坐不稳 如果不是张昭帮孙权 打理一切 孙权的事情就搞不定 你像孙权接班的时候 张昭干了些什么事 上奏朝廷 下令郡县 安排官员们各就各位 这些事情都是张昭帮他打理的 打理这些事情的张昭就已经很像一个宰相了 所以当孙权决定立丞相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昭啊 当然是张昭当丞相 孙权设丞相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在他当吴王之后 当皇帝之前就开始设丞相了 事情在皇五年间 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张昭嘛 结果孙权没有任命张昭 孙权任命了一个要孙少的人 孙权解释说 这个如今那是个多事之求 丞相这个工作呢 那任务是很重的 张公年纪大了嘛 怎么忍心让他担任这么重的职务呢 这不是优待他呀 那么孙少当了几年陈孝以后就去世了 又要选丞相 大家又说张昭 孙权又不同意 任命雇佣为丞相 从此张昭就永远的失去了当丞相的可能 那么在孙权称帝以后呢 张昭就写了个报告说老臣身体不好 我所有的职务和权力都交出去 退休了 申请退休 孙权说退是退不要休吧 或者休是休不要退吧 又给了张昭一些荣誉的职务 但是是不来 基本上不来上朝了 张昭没有办法 他本来是惊天伟地的 大干一番事业的 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住书立书 那么孙权为什么一而再三而三的不让张昭当丞相呢 四种说法 第一种孙权薄情 就孙权这个人呢 一方面重情 另一方面他薄情 忘恩负义 比方说他对孙策 就忘恩负义 他的权力谁给他的 孙策交给他的 但是他当皇帝以后 他没有追封孙策为皇帝 他追封了孙监为皇帝 孙策封了个王 长沙还王 孙策的那些孩子都封侯 他自己的儿子刚生下来的 都哇哇叫了 他就封王了 孙策的儿子他只封侯 所以有人说他忘恩负义 另外我们再看 周瑜 鲁树 吕蒙他们的后代怎么样 优待一下就没有了 往往后面都没有下文 三个家族也没有成为江东的大族 所以有人说他不用张招呢 是薄情 但是这个说法呢 有点问题 就是一般说薄情是 忍一走茶就凉 张招人还没走呢 茶怎么就凉了 所以这个不大说在过去 第二种说法呢 叫季恨 孙权季恨张招 为什么季恨张招呢 因为赤壁之战的时候 张招是主张投降的 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故事 孙权称帝的时候 讲这都是周公锦的功劳啊 张招也站起来 准备发表一番歌功颂德的言论 孙权把他直说 张公你就算了 正当年要是听了你的话 现在已经讨饭去了 要记恨他 而且逻辑上也讲得通 对不对 正如果投降了曹操 有皇帝当吗 没有皇帝当 正当不上皇帝 你能当丞相吗 也当不上 对不对 既然你原本就是当不上丞相 这回也不要当吗 但是这种事情 你一次就够了 对吧 你要羞辱他一下 或者报复一下 第一次就够了 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记恨 是个立场问题 说这个孙权的怀疑 张招立场不坚定 其实这个也不必 因为赤壁之战以后 曹操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讲条件 说如果你把张招和刘备杀了 如何如何 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招 光杀刘备也行 那曹操把这个张招 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就等于证明张招 对李生权来说是立场坚定的 凡事不是敌人拥护的 咱们就要反对 所以这个恐怕也不同 第三种说法呢 说孙权不是记恨 是记忆 是怕张招 陈寿就有这个说法 陈寿说张招不能当丞相 是以言见淡 以高见万 就是张招这个人太严厉了 所以孙权害怕他 张招这个人太高尚了 所以孙权疏远他 这个也有证据 我们知道这个孙权接班以后 是以师父之礼来对待张招的 也是把张招当老师的 就既当书也当老师 张招呢也当人不让 那你既然把我当老师嘛 我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 我就要管你 孙权呢 其实是一个很鹦鹉的人 他喜欢打猎 经常是亲自骑着一匹马 就出去打猎 射老虎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老虎的前爪 抓住了孙权的马鞍 很危险了 这个时候张招就去挡恨 张招说一个做君王的 驾驭的应该是英雄 而不是骏马 对付的应该是敌人 而不是野兽 这不是一个人军该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年轻嘛 不懂事嘛 我下回补了好吧 孙权是不骑马 打老虎了 改坐车 孙权发明了一个车子 射虎车 自己坐在车子里面 拿个剑还是射 就这样还是有老虎 或者别的猛兽 扑到车子上来 孙权亲自 去杀这些猛兽 很高兴很开心 那张招一看 这怎么又是 这老头子又去唠叨他嘛 你这样不对啊 做人军的不能这个样子啊 也就是这道理 这个孙权就只笑不达了 笑一笑不回答 操作 在这里我们也看出来 这个孙权和张招 他们这种家庭感 你看是不是有家庭感 在这个故事里面 张招呢 像个婆婆妈妈的大叔 孙权呢 像个调皮捣蛋的侄子 就这么个感觉 这个呢 唠唠叨叨的 没完没了 哎呀 你出门了 多加件衣服啊 天冷啊 被子有没有盖好啊 这个老灯被子 就这种感觉 这也没有什么 我们经常也看到 是不是大管家 管着那个小少爷 有这种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他是要变的 第一 这个侄子他要长大的 而且他越做越大 他做到皇帝的 等他越做做大 做到吴王 做成皇帝的时候 你还是个唠唠叨叨的大叔 这个事不灵了吧 但问题是张昭他不变的 应该是孙权称吴王之后 有一次在武昌钓鱼台 我再说一遍 武昌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厄州啊 厄州是临长江的 江上的有一个钓鱼台 不是咱那个钓鱼台国兵馆 孙权在那搞了个钓鱼台宴会厅 有一天晚上大宴群城 所有人都喝得七歪八倒 孙权那块大醉 你看着大家都歪倒这个地方 这来人啊 往他们脸上撒水 撒冷水 把他们弄起来 来来来 继续喝 今天非得有个人中 在台上掉下去才行 那才算喝好了 张钊听了这个话以后 脸一拉 一句话不说 出门 到他那宝马车上坐着生闷气 孙权 张钊呢 张钊回他那宝马车上去了 真的生气了 孙权说 哎呀张工啊 今天晚上不是很快乐吗 干嘛呢 生什么气了 张钊 快乐 很快乐 告诉你说 当年阴咒网 把酒招堆成山 把美酒做成池子 整天 整天 整夜整夜的喝酒 他也说很快乐 他没说不快乐 孙权没有办法 散会 散会 所以这个是让孙权扫兴的 所以孙权第二次解释他为什么不任命张钊做丞相的时候 孙权就说得很清楚 说大家知道丞相这个职务的重要性 而且丞相这个职务是要跟所有人联系的 子宫性刚 这位老人家 这个性子太刚烈了 当了丞相 人家肯定要提建议 提意见 要建言宪策 参政议政 对不对 那这些意见 如果他 他多半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他刚啊 刚毙啊 他不接受他的意见 最后还不是弄得怨声载道 还不是弄得麻烦很多 这个不是害了张公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张钊这个人不合适当丞相 但是我们要问孙权选的那个孙少 他就合适吗 根据前面一中天现成的分析 在张钊能不能当丞相这个问题上 孙权给出的解释是 张钊尽管水平很高 能力很强 功劳很大 但此人言行举止 过于威严 性格过于刚烈 容易惹麻烦 遭抱怨 因此 张钊的丞相之路就此挡住 孙权任命了 一个叫孙少的 担任动物第一位丞相 那么孙少是何决人 他难道比张钊更适合 这个丞相之位 好像也不合适 孙少这个人我们知道是在三国志里面连钻都没有的 第一任丞相连个钻都留不下来 可见他没干什么事 我估计他就是没干什么事 那么孙权为什么选他呢 因此有第四种观点 就是孙权选择的第一任丞相啊 原本就是个摆设 原本就不打算用一个什么相才来担任 关于这个问题的田玉沁先生是谈过的 田玉沁先生在谈到张钊为什么没有当丞相的时候 他说他说一方面的张钊这个人的一直是不直接主事的 就从来没有直接管过事的 另一方面的孙权这个人的一直是大权在握的 就是说根据田先生的研究 张钊这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前期他是很重要 慢慢的慢慢的就不直接管事了 但是我们就会问了 既然张钊原本就不那么重要 孙权又不希望他的成像重要 那么用张钊这个原本并不重要的 去当那个并不希望重要的成像 不是很合适吗 这又怎么解释呢 解释很简单 就是张钊不很重要了 是因为他不直接主事 他没管事 他一管事 他就重要了 他一当成像他就管事了 他一管事他就重要了 他一重要就变成什么结果呢 是变成是张钊也变重要了 成像这个职务也变重要了 而孙权是既不希望张钊太重要 也不希望成像太重要 所以他绝对不能用张钊来做成像 讲清楚了吧 那我们下面又要问了 孙权这个考虑 他主要的是不希望张钊重要呢 还是不希望成像重要 到底不希望哪个重要 我们先说张钊 孙权肯定是不希望张钊太重要的 为什么呢 张钊非同一般 前期那些老臣 周瑜 鲁树 吕蒙 这些人 在孙权设成像植物之前 已经去世了 那么老一代的 老一辈的就是张钊 而张钊又是什么呢 脱孤之臣 而且孙策是说了这样话的 若众谋不认识者 均便自取之 当然这个话的是 孙策的非常之托 张钊也不会动不动就会把这个话拿出来的 总归 不爽吧 或者不自在吧 万一拿出来的 万一他作为丞相提出的建议 和吴王 的决策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就是项权和皇权冲突的时候 他把这张牌打出来怎么办 那时候听谁的 而且事实上张钊也以脱孤之势自助 张钊退居二线以后 基本上就是不来上班了 是吧 后来遇到一点事情呢 这个孙权就去找他 到到他家里去看他 张钊本来是坐 跪坐在那个席位上 一看孙权来了以后 张钊马上避袭 避袭我们讲过了 避袭来表示尊敬 孙权马上跪坐 就是伸直腰子 坐下来 坐定以后 然后张钊就说了 说想当年 桓王和太后 就是孙策和吴夫人 不以老臣属陛下 而以陛下属老臣 这句话很重 就是当年孙策和吴夫人 可不是把老臣我交给你 可是把你交给老臣我的 讲清楚了这个账 谁归谁管 可惜老臣这个人不知趣嘛 都会说话嘛 不会讨人喜欢嘛 所以受冷欲嘛 老臣以为这一辈子 就死在荒郊野外了嘛 没想到陛下还来看老臣 看鬼看 老臣这个人呢 这个性子是不会改的 老臣之所以这样做 就因为太后和桓王 托付了老臣 所以老臣想什么就说什么 要老臣琢磨着别人的心思 说人家喜欢听的话 老臣做不到 那这孙权没办法 是是是是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也是不爽的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家和元年的时候 这是这个时候 孙权已经当皇帝了 辽东太守 魏国的 辽东太守 公孙渊 他装模作样的 向吴国称臣 那么 孙权就封他为燕王 然后派了一万人 两个重要的大臣去封王 大家都说这个公孙渊 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这个人反复无常 这个小人 他肯定是忽悠我们的 我们就把他的使节 打发回去 给些钱 给个什么证书 就给他算了 孙权高兴得不得了 说不行 隆重的封他燕王 所有人都去劝 没有用 张昭也去劝 还是没有用 然后呢 张昭说一句 孙权就搏一句 张昭说一句 孙权就搏一句 两个就说着说着 话敢话 越敢 这个就 矛盾就越尖锐 最后孙权 忍无可忍 把刀拔出来 说张公啊 我们无国的世人 进宫拜政 出宫拜军 进了我皇宫 是拜政 出了皇宫 人家跪拜的都是你 政对你也够给面子的了 可是张公 你从来不给政面子 每次都是当着 这么多的人面子 跟政顶撞 政可是要犯错误了 政可是忍不住了 政要犯错误了 自己我要杀你了 张昭也不说话了 盯着生权看 俗事 看着又看 然后说 陛下 其实老臣也知道 不说白不说 说了也白说 为什么还要说呢 太后的遗言 言犹在耳啊 太后嘱咐成的那些话 是什么时候说的 是太后临终之前 把成叫到她的床跟前说的呀 然后泪流满面 蹄泪纵狠 孙权把刀一扔 也哭了 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但是孙权哭归哭 做归做 哭完了散了会以后 他还是把人派到那个辽东去了 张昭一气之下 再不上朝 而且事实证明 孙权是错了 孙权派过去的使节到了 辽东就被这个 公孙员给杀了 张昭再不上朝 孙权说 好啊 你不上朝 来人呢 用土 把张昭的门给我垒起来 把他家门封起来 张昭说你会封门 我不会封吗 我在家里面挖土风 他在里面也砌个墙 把门封起来 孙权也拿他 没办法 孙权只好借一次外出的机会去看他 在外面喊 你们没人打理 孙权一路之下 他放火 就放火 放火了以后 张昭在里面说 把门关给我 关得更紧一点 把所有门都关起来 让他收 孙权没有办法 说灭火 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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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完了以后 没有办法 孙权只好站在他家门口 站着吧 罚站 这个时候张昭的儿子 也知道这个事 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 人家毕竟是皇上 于是把张昭从床上弄起来 拿个担架抬着 抬出去 然后跟孙权一起进攻 孙权还做检讨 深刻检讨 你想张昭这个时候 已经是半退休状态 退居二线 还这么硬 这么厉害 他当了丞相还得了 所以孙权不希望张昭太重 孙权也不希望他的丞相太重 你看看他的几任丞相 第一任 孙权我已经说了 连个传都没有的 估计是个阿弥陀佛的 第二任 顾庸呢 你很会做 顾庸做丞相 他有几个原则 第一 他从不主动说话 孙权问他才说 第二 他从不背后说话 当面跟孙权说 第三 他从不像张昭那样 慷慨陈词 说个没完 他往往是一两句话 比方说张昭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张昭又又起来 感慨陈词了 说现在呀 这个刑法了也太烦了 赋税也太重了 民不聊生了 我们要改呀 什么是如何 发了一通 孙权不说话 等张昭说完了以后 孙权就都回过头来说 丞相的意见呢 雇佣只有一句话 曾听说的 和张公说的一样 没有 所以雇佣是把丞相当顾问来做的 这就摸准了孙权设相的心思 孙权要的就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 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丞相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到位不越位 帮忙不添乱 有事做顾问 没事做象征 所以雇佣做对了 一座十九年 七十六岁去世 受众正经 善终 根据前面一中天先生的讲述 孙权 任用孙权和顾雍 不用张昭 是因为孙权对丞相之位 有自己的设想 他要的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 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 因此 张昭的受冷落 我们就好好理解了 而在孙权的第二任丞相 顾雍去世之后 孙权启用了大名鼎鼎的陆逊担任丞相 陆逊是东吴后期生起的一颗心形 其才能与周瑜不相上下 但奇怪的是 陆逊仅仅担任丞相一年 就被逼而死 这是被设 难道孙权的丞相之位 就只能是一个无辱的反射吗 陆逊担任吴国的第三任丞相 是大有文章 就是陆家和孙家是有仇的 有国恨家仇 吴蒙担任上游统帅的时候 不是先生病 后这个去世吗 孙权两次问他继任人 吴蒙说陆逊 陆家和孙家的矛盾 应该从袁逊说起 当时 陆逊的纵祖父陆康 是东汉末年的 卢将太少 袁逊在授存时 因为没有军粮 便向陆康求冤 陆康认为元树是叛逆 不欲敌财 元树大怒 海孙策去挡陆康 这场战争足足打了两人 最后成倍攻破 70岁的陆康 也在一个月以后发力而死 当时追随陆康的陆氏中途 一百多人也受尽了苦难 差不多死了一半 所以陆家和孙家 是有国恨家仇的 孙权对陆逊 也就不能够有所保障了 但一方面出于政治需要 孙权对陆家不能不拢夺计重 另一方面 要是珍重的陆逊 孙权也会犹豫 所以吕蒙两次向孙权 推荐陆逊 孙权才认为陆逊 为丞相 而孙权呢 对于陆逊呢 也是基于厚望的 陆逊接任以后 孙权和陆逊 有过一次谈话 这个谈话 记载在哪里呢 记载在三国志的 吕蒙传 独在陆逊传 在这个谈话中呢 孙权一一评点 周瑜 鲁树 吕蒙三人的功过得失 这绝对不是闲聊天 这是有用意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孙权对周瑜的评价 非常之高 说到什么呢 说到周瑜是 秒焉难记 君经济之 说周瑜这个人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倒是 不可能有人继承他的 不过将军李 今天继承他了 这是什么 这是把陆逊 看作第二个周瑜啊 这是基于厚望的 那么陆逊呢 也不负厚望 确实 魏孙权立下汉马功劳 因此 在雇庸去世以后 陆逊就 接替雇庸 成为吴国的第三任丞相 陆逊这个 江东民事吧 真正做到了 出将 辱相 将相都当 这也是陆逊一生的顶峰 但是陆逊担任丞相 不久 大概一年 就被孙权逼死 前面我们讲过 孙权的第二任太子孙和 和他的第四个儿子孙爸 争夺太子的地位 这个叫做南鲁党真 南就是南宫 南方的南 南宫指的就是太子 鲁就是鲁王 就是孙爸 这个时候 朝廷当中的人 一分为二 叫举国中分 就整个国家 两派 两大派 一派拥护太子 一派拥护鲁王 陆逊呢 是拥护太子的 陆逊一而再再而三 跟孙权写信保太子 而且要求和孙权 见面谈一次 孙权不听 不谈 还不断地派人 到陆逊那里去 责备陆逊 于是同时 陆逊的几个外甥 因为拥护太子 被撤职流放 就陆逊周围的人 流放的流放 被杀的被杀 陆逊不断接到孙权的责备 于是陆逊 非常的忧郁 非常的气愤 最后活活气死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陆逊之死 就死于南鲁党政 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 这个斗争 但是奇怪的是 陆逊死了以后 太子党的二号人物诸葛克 接替了陆逊 升官了 鲁王党的一号人物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也都升官了 那就说明 陆逊之死 绝不简单 是一个 南鲁党政的问题 它背后一定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 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 密流而上 陆逊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 曾因火烧流被七百里连赢 而声名远扬 孙权认为 陆逊有超市之功 文武之才 对陆逊是推崇被制 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将 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却突然被孙权逼死 孙权为什么要逼死 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军呢 敬请观众 一中天平三国之 逆流而上